台湾在90年后 正面临全球经济转型及市场萎缩的风暴 将资金和技术转移到国外 国内人才正快速流失 在这样的景象当中 使哪间企业稳扎稳打 培育人才 选择将技术跟流台湾 我办公办主就在这个行业了 因为从来都没有换过 而且我是从做模具 然后设计那个产品 然后这样出来的 我转型到工业电脑 其实在这一方面也是对的 不是说是错的 只是说我两边都可以做 因为我五金加工跟工业电脑 同样工业电脑它需要的机壳是很多 只是说工业电脑它是比较少量 所以其实这两个都 我都是一直在并行的在做 陈总经理在这一行待了40年 拥有五金加工及设计的背景 举帆铜铁铝金属都能加工制造 工厂具备了开发生产技术及硬体设计 这样的流程企业能维护及把关体质 在工厂的管理上也秉持6S的规范 工厂挡住机械手臂 进而取代容力 然而模具都是属于客制化 在前期与客户沟通是相当重要的必要流程 我们在跟客户检讨哪一些 你需要该注意的哪一些 那我们就朝那个方向来做 有的人一图给你 你没有去检讨 你不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 比如说装配我哪一些需要重点 我们必须要了解 然后去动模具 开取设计模具 它才会比较好 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工业电脑它是一定需要用机壳来搭配 而且说第一个 我们可以给客户最快速的 就是说我可以帮你做客制 然后第二个 我的产品设计出来 客户他想要的东西 我们都帮他已经设计好了 那他只要需要什么 我就给他什么 所以我们很快速的 他想要的产品就出来了 工业电脑逐渐应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并整合通讯 网路 软体 光电 以应用领域为主 例如设备 银行 捷运 监控系统 自动售票机 端点销售系统 博弈 世卫电子看板 智慧型大楼自动化监控系统 及环境监控系统 只是工业电脑比一般电脑 相对来说 使用的成本及零件都是比较高的 也必须要符合工业电脑的等级 但是坚持跟流台湾的他 也因为台湾这片土地带给他不同的情感 我们成立起地公司开始 我们走遍世界各地 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参展 到国外去参展 走到最后还是觉得台湾很好 其实台湾真的是很好 为什么不跟流台湾 对不对 台湾是非常美的 你走到哪里散步 24小时 7分都有 可是你去到国外 你想吃个东西 第一个又咸又贵 第二个我要吃个东西 我要跑很远 而且有时候又冰天雪地的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跟台湾比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 是一帆风顺的 陈总经理也曾面临生意失败 但是不放弃和乐观 也创造不同反响的人生观 陪着他走过这条路的还有员工 我一直一直常常对我的员工 他们也是一种想要鼓励他们 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我一直说不要领死薪水 大家一起把这个公司经营好 我愿意释出一些奖金红利 你看工厂大概都是领死薪水 你如果这个大家有把它达到这个业绩 毕竟不是只靠我自己赚 不是我赢就好 还是要跟其他同事一起去帮他努力起来 才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一直想说鼓励年轻人 让他们说能够更努力的为自己打拼